好,这一组的二川一几这一组 选择到尾场的星期二第九场 比德宝主场对盧顿作客 这一场球好有趣 刚刚我看的时候仍是2.05 这个是2.8 现在马匯一update 马匯变成了一些赔率就不同了 这些不要紧要,题外话 说回这一场球 我选择入球大小 选择个2.5三球 我选择个小 就是说我觉得这场球三球以下合理 你说真的不幸运 出现三球的比分 你上边的关中了 那就打个折 可能没玩过 如果你说是三球以上的 那就输了 我觉得因为赔率不值买 赔率不值买 虽然数字上很有指向性 1.68 很低水 2.5三球 那就不值买 如果你三球 才赢一半 1.34 分钟你赢不到 为什么我这么看好 或者倾向买小 有个原因 大家可以看看 他这个组别 即是说他们现在 这个组别 其实 看他这些所谓的分组 其实这个奴顿是出线的 6分 你剩下来 就是这两队对碰 你们两队对碰 比特宝就算赢一波 也不一定是出线 是吧 可能是 他赢一波 他有5分 这些事但一个 都会有5分 我这么想 可能是 计得失球 得失球的 即是有指向性 就是说 比特宝如果是正投 比特宝更多 那他可能可以的 三个八的 那他就有正三 是吧 那这些很难有正 因为大家都负数 负得厉 所以可能正正 因为这个原因 就导致说 觉得这场球 比特宝会是 赢球或者是大 可能是这样想 但是我觉得 我就这么看 我觉得就是 那队是奴顿的 他不一定跟你 拼搏的 因为他正在出线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 你看一下 这队奴顿的 现在 他联赛和你排名很近 本身 他作客不厉害 他作客就不厉害 但是很有趣 比特宝主场也不厉害 比特宝主场 那些排名很弱 就是赢了两三场球 奴顿也是 他作客也是赢了两三场球 反过来 奴顿主场也很强 差不多六战全胜 比特宝主场也很强 这些对碰有点古怪 我觉得就是 喂 我是在出线的 我今场对着你 那 接着我主场隔三天又要踢联赛 我的联赛 我的联赛比较好 我在这里需要跟你拼 我在出线 大家只是正常 我这么想 一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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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你赢了球 我就给你赢了 我也不需要跟你拼 你要抢公我的拼命 我也不会想输给你 所以我觉得 如果万一你给他这场球 半场打到不失球 也挺难开的 所以我就这么想 既然一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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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顺利过关的话,这些数字也是一句 让大家参考一下 我自己就可能穿上去玩 希望大家好运啦